大家好我是尹朗 為確保大家理解這個MOD的謎語劇情 我來快速介紹下MOD主線 湯姆來到圖書館 她說要尋找奪利之書 安吉拉和羅朗表示沒這好人 但湯姆卻堅信圖書館肯定有奪利之書 湯姆的設定是研究所時期縱事書的夥伴 所以上一期起司胖便了 今天湯姆又在哲學生復活了 索媽對她很感興趣 兩人說著謎語 這時羅朗剛好上來 三人見面後直接開啟茶會 羅朗問湯姆 不怕我再將你送走嗎 湯姆沒啥害怕的 索媽點破了羅朗話裡的好奇與光星 羅朗說自己也沒想過動手 但安吉拉都交代了 還有他好奇湯姆為啥變成輸了還能復活 湯姆沒說什麼 他反問羅朗 我是什麼 正常人不都會問我是誰嗎 湯姆說 我只是個A潮的研究員而已 不會花里胡哨的攻擊 安吉拉過來了 他覺得湯姆的秘密很多 他還要繼續追方 湯姆問起起司怎樣了 聽到起司只是被罰一個月不能喝咖啡 他就安心了 戰場戰鬥難度挺高的 湯姆被動越來越強 而且後面還要硬扛傷害 羅朗不能隨意掉血 但仿擊頭子卻只有一個 雖然沒掉多少血 但兩次月打三次月 很危險啊 羅朗只剩85血 羅朗只剩85血 但好消息是湯姆快暈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湯姆快進入鎖血了 內鬼也要出現了 內鬼索媽出現了 他使用正機 羅朗蛋防衛噴一下就寄了 湯姆偷學了索媽的正機 羅朗完全擋不住 羅朗已經死了很多次了 當這次不一樣 週末狂狂救我 發掌聲音樂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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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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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